帶大家走一間文具博物館 位於首爾市一間文具店的頂樓 博物館面積不大 但它收藏了韓國人大約二三十年前用的文具 有部分文具竟然勾起我們的童年回憶 所以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大家認不認得這隻老虎是什麼呢? 它就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吉祥物 今時今日一些年青的朋友已經不知道什麼叫漢城 假如大家去過首爾歷史博物館 裡面所有的文物和文獻都是寫著漢城 那為什麼會由漢城變成首爾呢?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近代的韓國歷史 大家記不記得這種筆俠呢? 我讀小學的時候非常流行 原來現在又有一個名字叫做機關筆俠 當年我以為是日本出的 原來南韓也有出產這些筆俠 看回一些稍為近代的東西 雖然說是近代 但其實都已經過了十幾二十年前 已經是放得進去博物館的了 大家還認不認得這幾個人是誰呢? 當年有沒有存過他一些明星照或者閃卡呢? 或是像是在記錄或許會 很多人沒有任何十分運到 如此相反的地還會 嬉得更多 像是一個工資 那樣的風格 所謂的風格 大家記不記得這本柏子寶呢? 特別是這張有兩隻燕子的畫 我小時候經常看到 我還以為是國內的產品 原來韓國也有一模一樣的產品 用一模一樣的這張畫 我讀大學的時候是有這套棒球套裝的 一支球棍是原心筆 另一支是莊原心的球棍 當年是Panto出的 究竟這一套是韓國翻版Panto 還是Panto翻版韓國牌子呢? 一看就知道這些是膠水和張湖棒 但前面這三塊是什麼呢? 年輕的朋友就可能沒見過 但其實我前一陣子責店都還見有得買的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大家記不記得呢? 這部罩眼上是打字機 但你留心看一下一些字的排列方法 就跟我們現在用的keyboard是完全不同的 那究竟它是不是打韓文用 還是有特殊用途呢? 這個就真的要請教一下相關人士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韓國學生的課本 有國民教育、科學、算術 其實我都是用翻譯軟件翻譯的 咦?三隻小豬不用我翻譯了 之後下面有一本《宇宙飛龍》 不知道是什麼 我用翻譯都不太明白 如果懂韓語的朋友 不妨告訴我到底是什麼 之後這兩本就算術了 然後就是拍子寶 然後看看懷舊的文具 那這些呢 好像整塊扔得死人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年青的朋友可能沒有見過 以前的辦公室是有這些東西的 墨水我現在都有用來寫字和畫畫的 那當然顏色就多很多了 就不是局限於黑色和藍色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熟悉呢? 我前幾天都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見過還有人用的 還是用Pilot這個牌子 不過另外一個牌子也有的 講開辦公室呢 大約一個月前呢 我們就清理辦公室 剛剛扔了這兩件東西 竟然是一模一樣 是這些 我們就當是垃圾扔 人家就已經放進博物館裡面了 講開陸景帶呢 我參觀完這個文具博物館之後 就去了首爾南公園 竟然找到一些和陸景帶有關的東西 看完這條片介紹吧 我讀小學的時候 就很流行這種卡片計算機 當年我記得大約是三四十元一部 之後就好像這些 有些細節時間 還有些是可以有其他的功能 來到Sharp電子手帳 這部東西就不是叫做iPad 又叫做電子手帳 當年有個禁官方的譯名 這部東西像不像是劉家傑呢? 這部東西像劉家傑呢 大家找找一些舊廣告 但這部應該就不是劉家傑 我這部真的不太知道 舊相機就沒什麼特別 大家去香溫大廈都更多些東西看 這個展覽裡面 唯一我覺得有趣就是這一部 三星的攝錄機 因為在攝錄機流行的年代 香港主流都是在賣日本的產品 我真的沒見過三星的攝錄機 在香港有得賣 所以現在看到也挺有趣的 影片到最後 我們就看看這一件東西 這一件東西好像很舊 但其實我們香港的中學和小學 都還在用著 各位同學有沒有印象你用過呢? 我大約上個月都還用過課堂之用 大家認不認得它是什麼呢?